大家好 歡迎收看價錢投資 台股今天跟美國股市同創新高 漂亮的多方格局 我前幾天才跟你提到 台股只要沒有爆量失控 它當然還有高點 今天台股創新高來到 1萬0152點 成這樣862億 有沒有爆量失控 只要沒有爆量失控 這個盤就很健康 你就好好的積極的 跟我不見多丹 來到萬點 當然很多投票會擔心 會裹足不勤 會怕跟以往歷史經驗重演 萬點之後是不是反轉 目前台股有這樣條件嗎 以前為什麼台股來到 萬點都站不久 因為會爆量失控 當作成這樣 2、3千億比比皆是 就是因為有2、3千億的量人 所以出貨很好出嘛 所以1萬點之後看到那個爆量的情況 它就馬上走低啊 這是以往的台股的一個結構嘛 但現階段不一樣喔 台股的成接量從去年度到現在 大概維持在1千億左右的一個量人啊 你自己回顧一下 整個台股從去年度的7千2、7千6 沿路了一個上漲 什麼時候你看到2千億以上的量人 連1千5百億都看不到啊 它怎麼反轉 它怎麼出貨 所以不要因為來到萬點 你就保守你就觀望 你就認為應該要放空 指數給你一個是一個方向跟策略意有 我常常告訴你一件事情嘛 它為什麼每次的壓迴你跟我布局都會賺錢 因為它都會往上走高啊 今天台股再度來到1萬0152點 相信朋友你跟我一起來做多的 這兩年的行情 卿老師沒有虧待你 那接下來行情呢 會不會有在如同 美國的經濟學家的一個席樂 他認為美國股市會再漲五層 那台灣股市會不會再漲五層 不排除這樣可能性啊 因為多頭市場上 其實你不要去拆任何的高點 但是回檔來到支撐 你都可以站在買幫啊 所以你看一下 美國經濟學家席樂 認為美國股市可以再漲五層啊 那道瓊跟所謂的美國科技股 昨天你看到是一個 再創新高的一個架構啊 所以每次藏黑啊 川普泄密案的利空 當下所給你的難道不是一個 彎腰減鑽石的很好時機嗎 不管是美國盤 台股市都是一樣嘛 5月18號那一天 台股盤中大跌118點 我們告訴你站在買幫 非經濟的利空出來了 當下不買你沒有低點 你沒有低點讓你買啊 是不是 所以美國盤一個架構 不管是科技股還是道瓊 極疊的買點你不買 就還漲創新高 漂漂亮 道瓊昨天來到2萬1 如果如同美國的經濟學家席樂 他還得到諾貝爾獎啊 他的分析有沒有參考的一個性質 2萬1再漲5成會漲到3萬1以上 還會再漲1萬點啊 有沒有這樣可能性 但如果真的再漲1萬點一個道瓊 他不可能一個月一年就漲完 這個多頭的行情 他一樣是緩步墊高 所以這種未來的一個大波段的利潤 我希望同朋友你不要保守 你不要光望 不要因為台灣股市來到1萬點 你就怕到要貧貧貧貧 現在的行情你是越怕越不會貪到錢 萬點保守 光望 放空 放空有危機存在感你知道嗎 一旦你被嘎了 你沒有補保證金 你放空的一個資金是化為烏有 連一毛錢都拿不回來 但做都不一樣啊 你所看到的是每次台股擊殺 包括上次達到9622嘛 跌了350點嘛 來到前波的一個低檔有效之爭 我說買股票 他有沒有創新高 川普的一個泄密案利空 5月18號當天跌了118點 我說難得出現非經濟性的因素 讓台股莫名的跌了118點 彎腰減鑽石 布局創高 那放四天假 那禮拜三開盤 欸 跌了61點 我說我滿那個觀看待這個行情的耶 因為這一波 我也陸續選擇很多檔股票 你也知道嘛 那我有賣股票 在禮拜三回檔的時候 我說我開始出手 我開始低接 禮拜三小跌61點啊 隔天 你有沒有看到盤中漲了59點 今天馬上又再過高 這麼棒 這麼強勢的多方結構擺在你面前 你不曉得用積極態度來面對 他未來繼續上漲力道 所帶給你波段利潤 那不是太可惜 那不是太浪費了嗎 所以不要去拆高點 你只要記住兩個重點 一個 就是說台股只要沒有爆量失控 沒有超過1500億以上量的 他不容易反轉 第二個 融資預額只要沒有大幅度的增加 籌碼就是很穩 這盤還是會金金漲啊 所以你自己再看一下 台股啊 近期往上走高喔 融資預額有增加嗎 沒什麼增加 你就知道市場上的一個散戶 頭沒有大部分人還在睡覺 你已經睡了兩年了耶 你知道嗎 兩年前 台股曾經來到1014點嗎 當時候融資預額在2100億 這個位置 104年度的4月份 台股指數來到1014點 融資預額當時候在2100億 現在 台灣股是又回到1萬點了 融資預額遞減了700億 剩1400億 所以加上近期台股又漲了一波 融資預額不增 反檢啊 籌碼還是很安定 加上沒有爆量失控的台股 他所給你的一次 類股輪動輪漲 那個表現的空間你踩對其手 你會賺更多 你應該知道我的意思啦 所以 強勢波動的一個個股 來到支撐要會買 多多看支撐啦 不要去看壓力 不要去拆高點 強勢個股遇到高點會越過 遇到壓力會突破 所以 只有把支撐性的買點掌握清楚 那個低成本低風險的一個家圍 你第一個時間來跟我上車 那未來一大段都是你的 所以在上禮拜五 這場康控 他重挫長黑 其他分析師會敢分析一檔股票 當他回檔的時候告訴你支撐了 買點接近了嗎 誰會這樣講 只有少數的贏家會告訴你 未來行情會怎麼走嗎 所以什麼是反市場 什麼是低檔要會買 上禮拜我的康控 我講得很明白嘛 相形區間來到整理的末端 來到支撐的一個下緣 要不要買 要不要買 我要掌握的是 但是如同三月份 康控這一個波段的一個走勢 當時一樣整理末端 發動了這樣53% 我帶你賺 那現在打到支撐是不是一個買點 是不是一個買點 所以既然康控的四月份營收 依然成長 還成長24% 業績沒有衰退 那股價來到支撐 不買 你什麼時候低接 上禮拜我的康控 很精彩 真的是這樣 所以當股票來到支撐了 我當然會出手做買進的動作 上禮拜我的康控 11點23分 來到4月12號的低檔支撐 在120附近買 對 4月12號 康控的股價 就當時我買的17位置的一個買點 4月12號 對不對 來了 來了是不是要出手買 沒有錯吧 我上禮拜我就畫給你看了 我們跟你預告未來 股票跌支撐進了不買 你什麼時候買 所以上禮拜我的康控 120附近買 當下康控的價位在119.5 你去對時對價 120一定成交 你知道嗎 因為我盤的康控 一樣收119.5嗎 所以呢 當天買完之後 放個4天價 你會安心 因為我不是帶你隨便去追高嗎 是不是 禮拜三 康控不跌了啊 是不是不一樣 上禮拜我的一個急殺 你敢低接嗎 為什麼我敢低接 因為看得懂盤勢 看得懂一檔股票的未來 那種支撐性的買點 你來跟我買 真的是低風險啊 那利潤你今天已經看得到了 今天康控盤中來到129啊 是不是這樣說 所以上禮拜我買完之後康控 禮拜三不跌啊 收平板嘛 當天台股是跌了61點啊 那昨天禮拜四的康控 開始漲1塊錢 成樣只有700多張 我說不太夠 它如果要繼續一個大漲 它的量能一定要補出來嗎 今天的康控有沒有補量 今天的康控成樣2000多張啊 將近兩倍的一個量能嘛 所以今天康控漲了7.1% 盤中最高來到129啊 這次你看到慶榮老師 用專業的眼光 告訴會員要買進的一個位置 是在上禮拜五 很精采啊對不對 當下啦 當下你敢不敢買 還是你等到今天 康控的股價大漲了 你才知道康控的好 才知道慶榮老師的一個分析 一個準確性 我的分析喜歡客觀 我不喜歡畫大餅 你應該知道我的一個風格啊 如果我要把盤式 講的天花亂墜 用一種大餅的方式 來吸引你的目光 那不是我的解盤風格 我要給你的是客觀精準的分析 給你最好的績效 這樣我們的合作才會長長久久啊 所以你可以看到 一檔價值行投資乾淨股票 在上禮拜五 當他回檔的時候 你敢慢低階 誰會分析他的好 誰會告訴你 資深那個買點位置進了 誰跟你講 只有在下我吧 所以呢股票下來 大部分人是看到 好像要跌停板 但是我看到是一個賺錢機會 對 明明一樣一股票 看法不一樣 操作的結果當然不一樣啊 所以康控上禮拜五 120低階嘛 今天康控漲7.1%來到129啊 所以呢 我們的一個操作的一個手法 是如何的 降低會能成本跟風險 不是只有一檔啊 你看看這檔 三月營收新高的機油性個股 5月4號3萬多張的供給天量 突破了買收最高 重點是在他回檔 連續回檔了三天 我告訴你短線抄底的買點 他在漏呢 但是我為什麼要買 因為我看到未來會漲啊 基本面那麼棒 股價要爆反應 所以當個股來到短線抄跌的位置 這當然是一個買點啊 不要因為連續三天的黑街棒 你就認為這個盤 這檔個股要反轉俯衝 做股票沒那麼簡單 不是K線就可以決定 它的一個漲跌 我說過你要面面去到 包含量價籌碼形態K線 這都是你要掌握的一個資訊啊 所以我每天在盯會員的持股 就是在盯這些啊 因為個股的一個量價 籌碼形態跟K線 會給予我這檔股票到底會漲還是會跌嗎 會漲當然要買要加碼 如果會跌當然要做拔檔的動作啊 所以當它來到這個短線抄跌 我為什麼看好它是一個買點 基本面搶股價的一個多方結構沒有改變嘛 短線抄跌當然要買啊 因為它會上的 17號壓縮末端還在買 這邊都是買點 22號還沒漲 我說壓縮越久漲勢越大 很清楚吧 隔天23號馬上紅K棒 漲幅半根停板啊 22號講完之後 低接完之後嘛 壓縮越久漲勢越大 隔天23號真的紅K棒啊 漲幅高達5.1%嘛 當天超過1萬張的攻擊量了呢 五位數字嘛 沒有錯吧 所以來到昨天 這檔個股再創破段高 一樣又超過1萬張的攻擊量出來了嘛 那今天的股票 當然會繼續走高啊 所以如何掌握一檔股票最好的買點 希望欣賢老師這邊給你個資訊 你可以同步來帶到 你會不會在一檔個股 回一檔的時候做介入 今天來到波段新高 代表低檔去買的 每一位會員都賺錢啊 就從上禮拜的康通啊 回一檔藏黑啊 你敢在我盤中 代理會員操作的過程當中 得到最有效的一個資訊 跟我一起買在120附近嗎 今天康控表現不粗俗啊 今天康控表現算還不錯啊 所以整個康控簡單來講 明天的程序 只要繼續的擴增到3000張以上 相信明天的漲勢 會比今天更加的精彩 這我提供給你看吧 休息一下 再回到前面給現場 持股集中 保證代盡一定代出 成通投顧 擁有股票 期貨 雙振兆 帶您領先動心市場 穩健獲利 股王福利 成通投顧值得托付 贏了2752-5868 巴菲特 今年操盡經驗的精心著作 架子型投資操盤心法 彩色精裝版 簡單易懂又實用 想自己成為操盤手的最佳利器 一出在手 受用無窮 零更不達 入匯春線 02-2752-5868 2752-5868 歡迎們到節目的現場 台股今天來到波段新高 10152點 乘量800多億 沒有爆量失控的盤勢 繼續的來跟我安心做多 因為類股會輪動輪漲 踩對這樣節奏 你可以賺更多 其實大盤是一個基金漲的格局 我說過 1000億左右的量人 沒有爆量失控 他不會反轉 1000億左右的量人 他也不會服藥之上 直接挑戰歷史高點12682 沒那麼快 他會走得很安穩 你只要把握住 強勢個股 比如說發動點買點來跟我買 如果發動點沒有買 回撤支撐 你一定要再度的跟我進場 你看一下華邦店 我們兩次進場的位置 都幾乎買在一個 非常好的一個介入時機 3月2號的華邦店 我買在11塊半附近 因為低潤的報價 讓華邦店每季獲利穩定成長 真的是有夠漂亮 我介紹股票基本面很棒 市場上認同度很高 你只要領先法人 中15他們卡位 你得到的是一個破斷行情 對當初3月2號的華邦店 21天轉折向上 從前波高點下來剛好21天 你自己回顧一下 當時候3月2號你家 買在11塊半收盤11.6 從高點算來21天 21天轉折 轉折向上買點看到了 我待會買 我待會買 臉書社團 當天也有介紹他的基本面 所以買完之後 他是不是漲了一大波 從11塊半引入了上漲 漲了一波的華邦店 開始橫向整理 開始橫向整理 禮拜四就是昨天 形態再度的突破 又出現漂亮攻擊量 買進再加碼 18.35我昨天買了 18.75我再度的加碼 這是昨天兩筆單的動作 因為我知道華邦店 低論的報價 會讓它業績持續的成長 今年度的一個低論報價 第一季漲幅超過三成 第二季還在漲 也有一成 那我現在所看到的研究資料報告 我保守跟你預估啦 有機會漲到年底 其實我看到的是會漲到明年 但是我不喜歡碰紅 我不喜歡畫大餅來吸引你的目光 來讓你跟我合作 這樣不好 我希望你是看到我們很客觀 精準的分析 不管是大盤還是個股的一個走勢 以及我所帶給會員的 波段行情的真實操作 怎麼買的 把會員工序拿出來 給你對時對價 到時候要怎麼調節 我也會拿出會員工序 來給你對時對價 我所公開會員持股的買賣點 不是只有一檔 你之前已經印證太多檔了 接下來你就好好跟 買點稍重集市 買點稍重集市 就如同前天禮拜三跌了61點 你不買又衝高了 就如同5月18號 川普的一個泄滅案的利空 跌了118點 你不買又衝上去了 所以不要再等了 不要再猶豫不前了 你心裡的負擔 或是你心裡的一個種種疑難雜症 需要我跟你面對面溝通 或是直接電話溝通的 不用客氣 跟我服務人員講一下 沈老師的心胸很寬大 我不怕你賺 你看我介紹股票 我不怕你賺 從11塊半到昨天的滑方店 我都公開我的買點 所以現在如果你看到台股來到萬點 你有一點果足不淺的心態 你有一點遲疑的一個感覺 或是你的股票 讓你的一個生活過得不是很棒 因為指數來到波段高 如果你大部分股票還是讓你套牢 需要我來幫你的 拿你一把的 你就自己打電話進來 跟我們的線上服務人員講 我要跟沈老師面對面 親自的電話溝通 我會盡我所能解開你的迷惑 進而尋求可以幫助你的方法 創造更大利潤出來 而不是滿手套牢股票 在那邊自怨自愛 駝鳥心態對你來講不會賺到錢 不會達到一個所謂 反敗為勝的一個效果 只有付出行動 進而尋求解決的方法 你才有辦法在今年度的台股 產生可觀的財富 席樂諾貝爾獎的一個得主 美國的經濟學家 他說美國股市可以再漲五成 台灣股市有沒有機會再漲五成 不排除這樣可能性 因為我現在看到的台灣股市 量價沒有失控 融資也在低檔 代表它的籌碼很穩 只有1400億的一個台股的融資 它會跌很深嗎 它會反轉走空嗎 沒有這樣的條件 就沒有這樣的可能性 你就安心的來跟我低接做多 所以華邦店 為什麼昨天18.35要買 18.75直接在加碼 因為它回不去了 它怎麼可能回到11塊半讓你買 如果一檔股票回到起漲點 它已經走弱了 我就不會帶你買了 就如果台股 現在有可能回到9000點嗎 有可能回到8000點嗎 不要亂了 不可能 我之前在跟你強調 台股現階段的一個結構支撐 是越墊越高 我本來跟你講 今年多的台股 在9000點以上是常態 我現在已經改觀了 在9800以上的台股 會變成它的常態走勢 只要有急殺有重挫 我一定會帶你低接 反市場的操作 遇到急殺 我一定勇於帶你佈局 全國的會員可以幫我做見證 我常常在台股大盤急殺 急的過程當中 告訴他們要中壓股票 這是我看法 跟我的操作經驗 所以整個華邦店 11塊半是3月份的買點嗎 漲一波之後的橫向整理 昨天禮拜四再度的突破 要不要買 要不要加碼 昨天華邦店9點半 低論報價不停上揚 形態剛突破 直接試駕買 當作價格在18.35嗎 你去對時對價 18.35直接進去 好幾百張好幾千張 一定成交碼 買完之後馬上走高 符合預期的華邦店 我在9點11分告訴會員 昨天有機會再限天亮嗎 一量先價錢 一定還有高點嗎 直接試駕再加碼 當作價位在18.75啊 這你看到我昨天的動作 不僅買職業高速員再加碼 尾盤拆檔亮燈漲了9.7% 有沒有現買現賺 有沒有加碼對 買進加碼的位置 所得到的是一個非常漂亮的結果 因為今天華邦店 再度的上漲3.1% 再創新高 一檔具有爆發性的成獎 的一個架構的股票 如果未來基本面 會因為它的一個銷售產品 往上走高 該介入時期 我一定告訴你 馬上做卡位動作 所以未來 建華師所介紹的 價錢投資概念基歐股 它的波段行情 我希望全國的觀眾 跟我們一起同步來掌握 如果還有問題 需要幫忙的地方 不要客氣 自己打電話進來 明天接 無不當制裁物利益關係 以往之績效 不保證未來獲利 本節目資料僅供參考 投資人應獨立判斷 隨身評估 並自負投資風險